大家好,今天是2019年1月8日星期二,这里是银爵之光,我是岳哥 韩国有两家媒体在韩国当地时间星期二的凌晨发布消息 指金正恩已经在星期一晚上动身,将在星期二上午抵达北京 并很快将与习近平展开会谈 最早发布消息的是韩国联合通讯社韩联社 韩联社发布的消息指,极有可能是金正恩乘坐的专列 在北京时间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通过了丹东火车站 韩联社援引消息人士指,考虑到丹东戒备森严 这一座专列上乘坐的重要人物很有可能就是金正恩 另外一家韩国媒体叫做YTN的频道则明确表示 金正恩乘坐的专列星期一已经抵达丹东 将在星期二早上与习近平会晤 金正恩出生于1983年1月8日 也就是说金正恩将在北京度过他的36岁生日 不知道习近平会给他什么礼物 是城乡乘火车的茅台酒呢 还是精致的红色内裤 抑或第二次川京会的锦囊妙计呢 银杰之光还会做进一步的关注 这一步的关注 这一步的关注